初中数学,八年级下册,十点一,分试 大家好,我叫贾欢,中学一级教师,任教于苏州工业园区金基湖学校 2014年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育硕士毕业,工作第四年 我觉得和学生一起成长是做老师最大的幸福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一,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分识的概念 二,使学生能够求出分识有意义的条件 三,通过类比分数,研究分识的教学 培养学生运用类比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通过类比方法的教学,培养学生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又变化发展的辩证观点再认识 好,同学们,昨天大家回家 贾老师让你们自主学习了分识 那基于你对分识的理解 哪位同学可以给贾老师写出三个分识的例子 哪位同学来写一识 好,度一下 上来写一识 好,大家看一下 我可以用B分之A来表示分识 那这个B和A分别表示两个整识 哪位同学还记不记得 什么叫做整识 是谁和谁的统称 谁记得 好听 单向式和多向式的统称 然后,而且我的B中还有字母 这里的B是分母 A是分识 现在基于对分识概念的一个了解 有几位同学的问题 大家看看能否解决 第一个位同学 那我们就看他举的例子 他说X分之Y平方加2是否是分识 好,那位同学来帮助他 Y分之X平方加2 那位同学来帮助他 可以识 我觉得应该是分识 因为它有分数的形式 而且分母上也有字母 分母上也有字母 说得完不完整 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好,第二位同学 他说我不清楚 像π分之X这样的式子 是不是分识 这位同学我看出来了 是陆子一的 是不是 好,陆子一 现在这个问题你安清晰了 你觉得它是不是一个分识 不是因为π是一个数字 哦,π是一个数字 它的分母上有没有字母 哦,没有字母 所以它不是一个分识 很好,清晰了 请坐 再看第三个 这位同学说 X-1分之X的绝对值 简移它是不是一个分识呢 那位同学来帮助它 到底是不是 你觉得 就两点 第一点 好,吴威乐 它是分数的形式 分母上有字母 所以它是分识 是不是这样子的 非常好,请坐 最后一个问题 抓住机会 这位同学说 我想知道 一个成数 加上一个分识 所构成的识子 是分识分识 那它没有举例子 加的是这里来给它举例子 它的意思就是 一个常数 我们随便取一个常数 谁 3吧 加上一个分识 随便取一个分识 A分之1 哦,A分之1 那就是像3加上A分之1这样的识子 是否是分识呢 大家思考一下 是不是 林光海 是 哦,林光海觉得是 你为什么觉得它是 因为它那个 呃 那个就是 那个不是常数下的 就是 假讯 他好像说不清楚是不是 好,朱正阳你来帮助一下他 林光海请坐 因为3它可以通分成1分之3A 如果他说A 这里的三常数 3A 通分成A分之3A 然后现在是同分母的加 它也可以写成A分之3A加1 那它是一个分识 是一个分识 是这样的吧 非常好 请坐 这些问题大家都解决了吧 好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些分识啊 它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来源于我们的生活 大家再来看一下 贾老师这里有两个分识 一个是B分之A 一个是B解一分之A 这个是刘思诚同学写的 他说了 贾老师呢拿了A元去买菜 然后这个菜是B元一金 那我可以购买 B分之A金 然后贾老师如果还是拿A元钱 但是这个菜怎么样了 降了一元 所以现在它的单价是 B解一元 所以贾老师用A元可以购买 B解一分之A金 好这里贾老师有个问题 请问降价之后 贾老师用A元 可以多买多少斤白菜 可以多买多少斤 会不会接近 多少 读考一下 好 小虎可以讨论一下 可以多买多少斤 好 讨论好了吗 好 还没有 哦 生意没有了 是不是讨论好了 好 哪一个小组来回答一下 应该多买多少斤 多买多少斤 好小组拍个代表 说说你的答案是多少 不太确定是不是 哦 只有一个刘浩很确定 刘浩你先说一说 我觉得是B解一分之A 减去B分之A 刘浩觉得是 然后贾老师买的白菜就更多了 那就因为我买白菜要少一点 那更多了减去少的就是我多买的白菜 是不是 好 那这个B分之A和B解一分之A 在你心中的实际意义又是怎样的 比如哪位同学愿意来说一说 你是怎么想的 实际意义 还可以表示什么 你编的问题和它一样吗 学案上写的 学案说一说 还记得记得 好 吴威诺 有A科糖 A科糖 然后有B个小朋友 有B个小朋友 每个小朋友分到B分之A科糖 可不可以啊 好 下面一个B解一分之A 还是有A科糖 有一个小朋友走了 然后 每个小朋友可以分到B解一分之A 每个小朋友可以分到B解一分之A 可不可以啊 好 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再说一说 这个都是分东西吧 它是说的是分东西 这边是买菜 那只要是提个要求 可不可以是一个路程问题 财艺 甲乙两地路程是A J千米 然后呢 他们一个人 从甲地走到乙地 然后用了B个小时 然后它的速度就是B分之A 有没有问题啊 非常棒 还有B解一分之A B解一分之A是这个人他他他他他走的速度提快了 然后就时间就减少了一个小时 然后他减少后的速度是B解一分之A 大家说猜疑说的帮不帮 好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B解一分之A 看来啊 我们这里的B分之A和B解一分之A 它的分式形 分式的形式是一样的 但是它可以表达不一样的生活中的实际意义 同样如果贾老师在这里把字母的取值是不一样的 那分式的值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列姆伦同学写的 首先他说A等于3的时候 可以算出分式的值A加2分之3 分式的值等于0 A等于0的时候等于-2分之3 A等于-2分之2的时候分式的值等于-8分之17 是不是啊 我们取了不一样的值 分式的值也不一样 那下面同学们 你能不能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数A 来计算分式的值 请在你学案的背面 大家可以写一些 去用你喜欢的数 很多同学都写好了 那我随便叫啦 刘宇彤 我取的A等于-8分式的值对应等于-11分之5 非常好 请坐 那随便再叫一位同学 再写杯 我取的A的值是5 A的值是5 当A等于5的时候 这个A加2分之A-3的值是7分之2 等于7分之2 再叫一位同学 张牙家 这是A的值是1 A的值是1 A加2分之A-3的值对于-3分之2 对于-3分之2 请坐 看来同学会取了很多不同的A的值 算出来的分式的值也不尽相同 那贾老师又要再思考了 那这个A是否可以取所有的诗数都可以 你看看这里的A是否可以取所有的诗数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也就是我的A不能取多少 我 他取过的时候 分母就等于-0 对应我们知道学过的分数 分母是不为-0的 那我们就知道分式如果要有意义 是有条件的 如果分式要有意义 分母是不为-0 那如果分式是无意义的话 那它的分母就等于-0 那我想下面几个题目肯定来不到你们了 好 小组之间相互说一说 当X取合值时 下列的分式是有意义的 小组同学说一说 一共有点 用 models 一共有影片 封面 好,摄影响了,是不是都讨论好了啊?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是他说一说,X怎么样? 好,注意一下,X不等于0非常好轻松 第二个,金睁阳 X不等于3分之4,第三个,刘洋 X不等于0,对不对? 好,再来看看,最后一个,林之威 X为任意时数,同一吗? 同一 那为什么前三个都是X不等于多少? 最后一个是X可以取任何时数呢? 为什么呢?学能说说 好,林之威星请坐,请你的小伙伴,林波凯,你来说一说 因为X平方就是大于等于0,然后X平方加1就是大于等于1 能不能取到0?不能取到0,所以我的X可以取任意时数 好,同学们学的真棒,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加尔师让你写了一个分式 然后分子确定为X-5 而这个分式,而且要在X不等于1的时候有意义 那大家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都给了贾老师这个 X-1分之X-5 那贾老师想问的是 那是不是只有一个? 是不是只有唯一一个呢? 是不是只有唯一一个? 不是的,所以贾老师呢,也写了三个 但是贾老师写的三个呢,我也不确定 是否符合体义 那小组也是 小组之间讨论一下 加尔师写的三个是否都符合体义 讨论一下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有点,加尔师写的几个 超级心目的 绝对做得更混乱 采得更好 跟这一种打算 可以做几个 再绝对 那是一个 一种一种 四种 有点 有点 好 他会有点 他会有点 还会有点 四种 我会有点 大家来看一下,假如是写的三个当中,是不是三个都符合体义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应该是分母不为0的时候,x不等于1是符合体义的吧? 第二个,我是在x不等于正负义的时候,然后分式才有意义吧? 所以它有没有符合体义? 那第三个,我要x的三次方不等于1,x不等于1,所以也符合体义 所以我们发现,这当中有一个伪装者,是谁? 第二个,它应该是x不等于正负义是分式有意义 但是说它伪装者,有的时候它和其他几个是一伙的 那为什么假如是这么说? 因为它的分子都是x-5 所以当x等于5的时候,它的分子等于5-5等于0 是不是?那分子等于0,分式的值? 有意义 正好也是0 那假如是现在有一个有了事 那是不是一个分式分子等于0的情况下,分式的值一定为0? 一定为0 不为0 大家觉得怎么样? 不为0 还要怎么样?分母不为0 为什么分母要不为0? 分母为0 分母为0的时候? 无意义了才存在分式的值吗? 不存在 所以我们知道了 我分式的值为0 首先我要确保分子为0 但是同时我要使分式有意义 就需要分母不为0 好,同学们觉得掌握了没有? 分式的值为0的条件 那下面我们一起试一试 我们来以强达的形式 当x取合之时,分式的值为0 是不是很快? 好,第一个强达 一起告诉我,强达 第一个,x等于分子 第二个,x等于? 第三个,x等于? 第四个,x等于? 2分之1 都没有问题吧 你取这些值的时候,分母有没有为0? 没有 好,姗姗来迟的5号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x取合之是分式的值为0? 4 为什么硬口同声告诉我过? 他要保证什么? 不用了吧 因为他在保证上面分子为0 所以下面分母不能为0 如果取2,下面分母就为0 他就没有问题 所以可以取负2 该人说他说的棒不棒? 非常好 他说分子为0,x可以等于正负2 但是我的分母不能为0 所以我的x不能等于2 所以我的x只能等于负2 是不是? 好,同学们 现在学到这里 对峰式这节的知识 大家清晰了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语问? 没有其他语问的话 大家把简单这里拿出来 大家来看一看 你这节课现在学习得很重要 好,我们以8分钟的时间 你们看在吧 这个学习能够线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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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先看 我们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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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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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x2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那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看 我们看 分诶 我们来看 4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